嫂嫂是个精细之人 俗话说 篱笆扎的牢也苟不得入 武松走了 哥哥千万要看好门户 这个呀 就是直男武松的语言艺术 只用了短短几句 就让金莲梦碎心思啊 叔叔有什么话 就请直说 何必这么拐弯磨脚呢 我潘金莲 何说对不住你家哥哥了 我家兄弟呀 没别的意思 叔叔要是看不起你这嫂嫂 以后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了 这 免得污了你这都头的身份 金莲是气得拂袖而去 大郎本想跟上去安慰 不料被武松一把拦下 他伸直哥哥拿捏不住嫂子 临走时再三叮嘱他 我走之后 哥哥一定要晚出早归 若欲待人 切莫与他争执 等兄弟回来 可武松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像刘备当初劝张飞一样 一语成衬 与大郎天人永隔 自大武松出战以后 武大郎是谨遵弟弟的叮嘱 每天晚出早归 把老婆看得死死的 金莲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 便开始追问大郎 你兄弟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 没说什么 你倒是挺听话的 我兄弟啊 是为我好 盘金莲心里有气是没地方撒 只能通过搓澡来平息怒火了 这用力程度就快洗秃鲁皮了 不过生气归生气 这该画的妆还是要画的 毕竟精致的女孩是不允许自己素颜出门的 看着镜子里貌美如花的自己 想到武松前日里的一言一行 几年对自己的魅力突然产生了怀疑 一气之下将手中的眉笔扔了出去 扔完之后又想起老师说过不能乱扔垃圾 于是赶紧跑到窗口查看 这时西门庆刚好从楼下路过 两人一个对视 大郎离喝药也越来越近了 为了早日报得美人归 西门庆一路来到茶馆 想要找王婆打听情况 西门大官人莫不是心中有意 人家可是正经女子 王甘娘的意思 我不是个正经男子吗 大官人要是正经男子 那老身也算是黄花闺女了 见王婆不肯牵线搭桥 西门庆只能使出致命绝招 只见她掏出一定银子 直接往桌上遗料 哟 这么大的银子老神怎么找得开呀 不用找 只要王甘娘肯帮忙 不过王婆也不是个好糊弄的主 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个冤大头 不大赚一笔都对不住自己的业务能力 她故意装糊涂 问西门庆想要干什么呀 王甘娘那么好的眼神还能不知道 实话实说了吧 自从那日被那茶肝打了 就像被那小娘子收起了七魂六魄 得了心病一般 求王甘娘使些手段 与我说和说和 大官人 老神还是跟你弄两碗浓浆茶喝喝吧 王婆说着就要拿着浆茶给她醒酒 大官人将王婆还不买账 只好加大筹码向她许诺 表示只要事情能办成 自己愿意再出十两银子 为王甘娘置办寿墓 王婆见墓地已经达成 便不再绕丸子 直言让西门庆准备好五样东西 这五样东西 可是王婆毕生的惊艳结晶呢 哪五样 王甘娘快快讲来 第一就是要有庞安寺的颜值 让人能够一眼沦陷 王甘娘 看我西门庆丑吗 这第二呢 大官人要有驴儿大的行货呀 西门庆从小就养归 这个自然不用担心 第三就是要有钱 最好和汉代大富翁 邓通一样富甲天下 这样才能满足美人的虚荣心 而第四件则是 像棉里藏针一般的忍耐 小心翼翼地呵护女子 这第五就要看大官人 有没有空闲时间了 好 这五样我西门庆全有了 只求王甘娘 因我去见她一面 只要大官人肯使钱 老生自有妙计 王婆的计谋 堪比无用智取生辰纲 她先是让西门庆准备好 十两银子 以及一些灵柔绸缎 再叮嘱西门庆耐心等待三天 到约定时间内来到茶馆 以她的咳嗽作为暗号 和小娘子见面 哎 如何还要等三天呢 大官人要是不愿意 就把你这银子拿回去 哎 哎 我听干娘了 很快 王婆子就开始运营起来 她来到大郎家中 说有人送了自己几匹好布 假意问他们有没有认识了裁缝 这大郎心肠好啊 一句话就把娘子白送了人 我家娘子好针线 哎呦 老神可不敢开口 没事 只当帮忙 有了大郎的神助攻 王婆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金莲带来了茶馆 金莲看到这些绚丽滑腻的绸缎 立刻变得爱不释手 王婆诡计得逞 开始旁敲侧击起来 她夸赞送她布料的这个人 不但身家丰厚 而且人品也不错 为西门庆提前塑造好形象后 王婆又以过来人的身份 开始共情 想起我三十年前 我虽然没有娘子这般美貌 那也红遍了整个的养骨线呢 怪就怪在没嫁个好老公 一辈子窝囊又受穷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 我男老公啊 虽说命短 却也会风流 老身也算没有枉费青春 王婆这一通疯狂的暗示 属实是字字诛今 今年是越想越苦闷啊 骨子里的叛逆劲也逐渐显露出来 见实际已经成熟 王婆赶紧给门外的西门庆 使暗号 随后便介绍两人认识 今年有些不好意思 嚷嚷着要回家做活 王婆心想 这戏台词都搭起来了 不等我唱两句怎么能行呢 你们一个出钱 一个出力 有缘这里相逢 今日应该多喝几钟才对呀 寿安便以置办韭菜为由 溜了出去 王婆走后 西门庆就开始找起了话题 他先是假意问今年的年龄 紧接着又故意问丈夫是谁 卓夫 去兵武大郎 去年 官人说什么 小人为娘子叫蛆啊 大官人一个蛆子 直接攻破了今年的心底防线 今年转身就磨起了眼泪 西门庆见状 赶紧化身暖男 将提前准备好的手绢递给他 大官人的这份体贴 让今年很是感动 二人情不自禁地拉了下小手 后来西门庆又开启画落模式 把今年斗得很是开心 大官人 那奴家取笑 真的 不瞒娘子说 昨日我还梦见 就在西门庆迫不及待地 想要更进一步时 王婆突然从外面进来 招呼两人坐下来喝酒 经过这一天的相处 今年渐渐被西门庆这个体贴 多金的男人吸引 尝到甜头的他 对自家的丈夫 甚至连敷衍的心情都没有了 第二天一大早 今年就开始梳洗打扮 没等人叫 就主动来到了王婆的私人会所 几杯酒下肚 今年就上头了 见时机差不多了 王婆赶紧给两人疼位置 哎呀 忘了买些节酒的果子来了 哦 有小人陪娘子 干娘放心自去 好好好 娘子啊 你带老生陪陪大官人 老生去去就来 王婆不愧是专业的 临走时还特意替他们把车门焊上 后来西门庆开始一阵猛攻 将今年灌得聆听大醉 今年醉酒的模样 实在是惹人怜爱啊 西门庆看得直痒痒 不过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见西门庆还没动静 今年突然放下酒杯吵着要回家 奴家当真不能再饮了 家夫这就回来了 娘子不急 吃烤菜再走 两人拉扯间 筷子突然掉到了地上 西门庆趁着捡筷子的空隙 突然一把抓住了今年的谦谦欲卒 小人对娘子朝思暮想 求娘子千万做成小人 大官人住手 万不能让外人看见 今年这话分明就是欲据还迎的意味啊 还好西门庆反应快 一下就明白了其中的深意 紧接着就是一个王八退房 踢不住的行为 我求大官人快些 这种事情欲速则不达 大官人怎么可能快呢 王婆在外面望风有些无聊 于是趴在门上听起了墙角 趁着两人中场休息的空隙 王婆推门而入 开始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哎哟 你们干的好事啊 干娘休怪 干娘小生气 两人穿裤子的功夫 王婆就已经顺手堵上大门了 我是来让你坐衣裳的 不是让你来偷汉子的 哎呀 要大郎知道了我如何交代 你们倒是快活了 却连累了老申 也罢 老申先去与那五大说 免得我日后老骂名 今年一听这话 立刻吓得跪倒在地 祈求王婆别跟丈夫说 眼看今年着急了 西门庆也开始跟着起哄 王婆洋装叹息 开始和青年谈条件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方可瞒住五大 青年听后赶紧点头答应 别说一件事 就是十件八件 也不在话下 好事已经成了十分 日后 你不可负了大官人 你若答应了我 我就瞒着五大 农家答应 农家答应 王婆见状 又装模作样地和西门庆 唱起了双簧 那大官人字不必说了 你也不能负了娘子 你若负了娘子 我也去告诉五大 干娘放心就是 就这样 王婆用一招反向仙人跳 把青年彻底给套牢了 不过小娘子也是智商堪忧啊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临走时还不忘向王婆道谢 谢谢干娘 快去吧 送走青年后 王婆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如愿了吗 今日一回 死了也值啊 看到西门庆意犹未尽的样子 王婆担心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劝他到此为止 他遇上你 如同干柴烈火 一旦燃烧起来就不可收拾 啊 没准日后会惹出什么祸事 不过大官人倒是不以为然 依旧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干娘需要下火 我西门庆 怕我谁啊 县衙老爷也得看我的眼色 此时西门庆还不知道 这王干娘千算万算 却算漏了一天 没算出 武松是个二愣子 家中的红杏早已出墙 大郎却还在街上 悠哉悠哉的卖他的吹饼 或许是感觉到自己的头上冒着绿光 天还没黑 大郎就收工回家了 看到妻子满面红光 大郎小小的眼睛充满了大大的疑惑 大郎看什么 娘子脸色发红 啊 王干娘拉住吃酒 推脱不过 都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王婆的售后服务没做好 今年和西门庆一来二去的 很快就传遍了阳谷线 大家私下里对大郎是议论纷纷的 虽然全县的人都知道了西门庆和潘敬年的事 但大郎这个当事人还蒙在鼓里 作为大郎最好的搭档 运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于是将大郎拉到一旁 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 那么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